由金门酒厂推出的12生肖龙年玉席酒 8号上午开卖 一早就有不少中千具有价购资格的民众前往购买 并在酒厂人员协助下 仔细查看这价值不菲的龙年玉席酒 避免有缺损造成卖价下跌 不过首日酒商收购价约在42,000元 民众得知价格后纷纷将玉席酒带回家 希望后市看涨代价而沽 金酒公司以乡镇分流方式避免人及人情形发生 福利社三楼购买现场 众签民众排队付钱后 再到09处仔细查看这价值不菲的龙年玉席酒 在酒厂员工协助下 龙年玉席酒一字排开工民众检查 还有酒厂员工贴心用手机打灯 让民众看个仔细 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比较高单价 而且是只有4,000瓶而已 大家就会比较小心地检查一下 怕有没有瑕疵或损坏 而且毕竟是有可能之后有可能在转卖 然后价钱会影响它的价钱 对 所以要仔细看一点 对 因为我是帮家人带领的 家人是说想要看价钱会不会再高一点点 因为现场的价钱他们就是刚刚我跟家人讲不是很好 这家有点热啦 有点热喔 民众挑选好后 酒厂员工小心翼翼的盖上盒子 由民众开心去走 不过原本预期龙年预洗酒转售价格应该很高 坊间传有5万以上 但现场民众表示 目前收购价约在4万2左右 没有预期的高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对 是什么原因 啊 那我先去找人给他盖上盖 盖上盖 对 很漂亮 很漂亮 很好 那今天有抽到的吗 没有 没有 今年这次才有 收藏啊 收藏 12年 12年才有一只龙 对啊 那是谁的 我阿姨 阿姨 没有打算要卖的意思 呃 这种东西是收藏品 非卖品 你自己本身有收藏过吗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啊 可是听到这个转售价 会不会有点心动这样 不会 龙就是价格不稳定 不稳定 那就是 依据自己收藏 蛤 他如果说 加高者的啦 这个酒类的东西就是这样 嗯 这是第一次抽到 第一次抽到 这次抽的龙也不错啦 不错哦 其实要自己留 或是转卖 其实都可以 不会像其他的生肖一样 嗯 接下来就是等马 马也会比较 马到成功嘛 嗯 金酒公司龙年玉席酒 经电脑选出4000位金门及幸运乡亲 可用22000元的价格购买 开卖前坊间预估转手价破5万 不过开卖首日 酒商收购价仅有4万2到4万3的价格 在与预期价格有所落差后 也难怪现场民众都说要将龙年玉席酒带回家 代价而沽 中国人的雷席酒带回家